李太元踩踏事件造成无限遗憾 南韩宣布进入国家哀悼期 当地各大庆典 综艺节目和戏剧都陆续取消和停播 南韩演歌歌手李灿元 30日受邀活动演出 不过他并未表演 并向观众说明 认为不应在这全国哀悼期间演唱欢乐歌曲 上台说明原因后便鞠躬下台 在现场有几名中年男子疑似因为不满 通向舞台后方拦下李灿元理论 影片曝光后有些网友表示 既然活动收费应该要事先公告 并非现场说一句哀悼李太元事件就下台 其实官方后援会前一天就有事先声明 只会上台问候 并不会演唱想退费者都可以退费 而李灿元经纪公司则回应 有先跟主办方讨论好不会唱歌 当时确实有些混乱 但李灿元并未因此受伤 那么便宜